这样的判决合不合理啊 命理师陈宏养他六年前 他自己算命算出 自己的真命天子 是大他37岁的里长伯 好他倒追对方 甚至还结了婚 没有想到一年后 这位里长过世了 那么算命师主张说 里长生前曾经答应要送给他 800万的房产 但是里长有三个孩子啊 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双方现在打官司 如今判决出路 我们的话题人物欧阳娜娜 将在中国大陆的国庆 献唱我的祖国 引来许多抨击嘛 那么中国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 马小光认为台湾政府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不过听到这句话的 行政院长苏文昌他反击 他说中国大陆 你最没有资格讲民主 还举了欧阳龙曾演的电视剧 叫做蓝与黑 他说这部电视剧 当时的台词就是坚决反购 希望身为女儿的娜娜 可以好好参考 但说到政治风波 全球瞩目的第一场 美选总统的电视辩论会 台湾时间在今天上午 就在恶爱恶中正式登场了 好川普拜登两个人手都是正面对决 但是一开始当然就是唇枪舌剑 因为呢川普发挥了他的川式 插画风格 你知道他整段频频的在打断拜登发言 这让拜登忍不住回呛要他闭嘴 好最后CNN主播则是评论 这是他有史以来见过最混乱的变动会 明天中秋廉价的第一天 台北市文化局将邀请历任的台北市长出席 台北市建市的百年活动 这当然包含前总统马英九 还有陈水平以及郝隆斌等人都硬要出席 三个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根据了解 马前总统如果和陈前总统真的与会 他们合照时 绝对不会站在一起 全球其手不少业者都希望可以打造 像电影钢铁人一般的飞行服装 那么现在这样的个人飞行设备呢 还发挥了更大的功能 好这是英国业者最近和救援队来合作 他们穿着这个飞行装备 要是要到山区救援的话 原本要走25分钟的路程 只花90秒就能从地面飞上山顶 完成任务 解针 好浓好香 吃绵密 这才是顶级享受 你们在吃什么啊 福乐顶级希腊式优落 5.5倍的乳蛋白享受更加倍 果然顶级 浓郁绵密 美味有感 福乐顶级希腊式优落 您现在收看的是东森新闻 开始就是中秋廉价了 天气状况如何呢 气象时间交给宜珍 好也好我们先宜珍 看来明天天气不错 假设如果天气不错 您想去逛夜市的话 现在小网关已经加强摊商的 各大鸡茶的价目表资讯揭露 初步发现像是骰子牛啊 或者是蟹角凤螺 现烤玉米这些摊商 都没有标明分量 所以要求要熟鞋补上 那么之后还会再复茶 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将会依法开发 他们会去泡汤吗 美国有男童感染俗称 食脑虫因而丧命 台湾在过去也发生这样的案例 好台湾一个个案是一名 75岁的健康男性 他就是去泡温泉之后 全身痛而且食欲不振 25天之后就过世了 所以医生强调 虽然食脑虫都是出现在淡水的水域 病例呢全球也只有百例左右 但是玩水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避免鼻腔进入水中 这样子就能大大的降低感染风险 还有重头戏就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 那么在歌王的部分竞争激烈 像是资深歌手周华健 他是第六度角读金曲奖的这个宝座 翻开今年的入围名单 像是江振月或者是黄明志 以及吴清风老中青三代歌手 周华健说自己就想严毕生 跟后备抢位子 也引颈期盼呢 还有苹果最新的iPhone12手机即将登场 这次握有80%订单的富士康 在河南的郑州全力动员 招募20万的员工日夜赶工 我们东森新闻的特派记者 在出货前夕走访了富士康最新投资的 河南的厂 那么主要负责生产的就是玻璃面板 素来低调的富士康很难得接受媒体的专访 但在这个中美对峙的敏感时刻 他们强调生产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突发张晃 庄华线射头箱的一处变链箱 在下午的时候爆炸起火 而且波及到一间泡棉工厂 现场是陷入火海 火势一巴不可收拾 几公里外都可以看到浓浓的黑烟 那么警察人员现在到场去撒水罐 但是有大批民众在现场是看热闹 导致于交通受阻 甚至在运送瓦斯的小货车也在围观 让人捏把冷汗 还好目前没有传出人员受伤 那么现场是一处泡棉工厂起火 并没有波及台电的配电设备 目前已经派员到场戒备 根据中刊报道 美国在台办事出AIT在今年8月的视讯会议中居然惊爆 台湾似乎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成为北韩石油的中继站 这个消息一出震惊外界 也意外揭露出台中港不为人知的重大管理疏漏 曾经被警方列为是头号的枪击药犯 涉及多起的绑架勒鼠的穿山甲詹龙兰 他被判处无奇徒刑 确定之后就在宜兰监狱服刑 那么他从9年前就开始申请假释 经历了34次的申请 终于因为年迈还有健康不佳等问题 他获释了 服刑18年之后上个星期低调出狱 新闻内容请持续锁定1800晚间新闻 时间交给语书 好的谢谢叶寒 也欢迎您持续锁定东森晚间新闻 也欢迎讨论